上週正如我們前一周所預測的 常病毒的就診率 已經正式進入流行區 代表我們流行期開始 國內重要疫情 今天我們為大家報告 常病毒、吞克熱還有流感 最後我們會提供一些 國際重要疫情給大家參考 常病毒上週就是第17週 通報有4例的中症病例 並沒有新增的確診病例 所以累計起來今年到目前為止 本來有7例的確診的中症病例 這個是我們長病毒門急診就診率 大家可以看到 上升的幅度相當快 不管是急診或是門診 這個就是我們急診長病毒就診率 我們可以看到上升的幅度相當快 上一週的平均時間是6.66 已經超過5.24的預值 甚至進入我們這一塊就是我們的流行區 那在登革部分上週是沒有出現新增的病例 那本年從3月到目前為止 總共是5例 那都是在高雄市 那因為今年的病例出現的比較早 但這個時候已經出現了獨一的本土 那根據過去的經驗 就是說發生大流行的機會 是不可以低估的 那在流感部分呢 那社區的病毒先是到目前為止 在那個所有的那個流感 流感病毒的減體裡面 就2%是那個新流感 那在所有的陽性的病毒裡面 那新流感大概只有占10% 那其他90%大概都是B型流感 那在國際中央疫情跟那個 國內疫情比較相關的就是 日本、中國大陸還有澳門的強病毒 那日本的話 他在第15週的時候 他的定義系統 就是通報有1673例 這是他這個同期最高的 那另外澳門呢 他從今年到4月8號 大概通報271例的一個手指頭病 那其中也有發生6件的那個 幼兒園長病毒的群聚事件 那我們做一個那個 那個上週的那個那個 國內疫情的總結 那長病毒的輕症 輕症的門診跟急診就診率 都是在上一週 前一週的顯著上升 那急診就診率進入流行區 那重症部分沒有新增的確定病例 那在登革部分的話 是沒有增加 沒有新增的本土確定病例 那流感疫情來講是持平 所以那個長病毒部分的話 進入流行期 其他的疫情並沒有明顯的變化 那我們當然還是會 持續監測相關的疫情 好 上週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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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